港珠澳大桥通车前澳门中联办主任离奇坠亡图,看中国记者苗威综合报道,10月21日中国官方称,澳门中联办主任郑小松,于10月20日晚,在澳门住所堕楼身亡,原因细患抑郁症消息震惊各界,由于备受北京重视的港珠澳大桥,即将于10月23日举办通车典礼,外传习近平将亲自出席仪式郑小松此时, 传出死讯特别引发关注,澳门中联办网站显示郑小松在10月18日晚,还出席了一场澳门人携之友联谊会的活动,新京报报道趁在郑小松坠楼前一天,他还在办公室内会见一群智库人士郑小松,1959年9月出生是河北石家庄人,他一开始是加入外交部工作,跟随当时外交部负责香港事务的江恩柱, 担任江德秘书后调往财政部国际司工作,并曾出任驻亚洲开发银行中国执行董事郑小松近年,一路跃升尤其经过了福建的任职先后任福建省委常委,秘书长,省职机关工委书记,即福建省政府副省长,2016年6月回到中央,出任中联部副部长去年9月, 或任命为澳门中联办主任,据港门明报趁当天,澳门特首崔士安向澳门中联办发宴殿,向其亲属表示慰问,郑小松昨日堕楼,但并未及时公布相反直至今早才公布消息,澳门特首崔士安更急速表态,哀悼让人质疑种种巧妙, 安排澳门中联办主任郑小松自杀,被指换上抑郁症网民集留言表达意见,钱太多了或者知道的太多了就容易得抑郁症了,抑郁症是个框,啥事都能往里装,听集以上干部好像抑郁症都成标配了,不过近年来,大陆官场自杀事件,频传很多都选择坠楼身亡的方式而打媒,在宣布死亡消息时, 大多军定性为抑郁症今年5月21日12时许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王小明,在参加完一个工作会议,后坠楼身亡官方通报,根据王小明家属反映和相关医院诊断记录显示,王小明长期患有抑郁症,2018年以来媒体公开披露坠楼身亡的中国官员包括1月9日黑龙江加木斯市人大副主任梅震学, 4月19日黑龙江大庆市副市长冯忠宏,而据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国家公务员心理健康应用研究中心的数据,2009年至2016年,8年间共有243名官员自杀,其中约半数被确诊,未抑郁症,究竟是否真坏抑郁, 还是后面另有不为人知的内情外界不得而知有分析指,极有可能是官员被约谈,双规调查后再得了抑郁症。